得奖的心情感觉怎么样 我没有想到会得奖 因为我那么老了 很怕我上台这样子 可是今天很感谢我们的评审委员 能肯定我这个老人家 讲要尾声 怎么讲呢 就是年纪那么大了 还肯定我有这个讲 真的很感谢大家 感谢评审委员 也感谢我的海用家的 一切一切个人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很累 我们在拍这个的时候 刚好很冷 工作人员都冷得发抖 我真的感谢他们 我感谢我居住里面的导演 他给我这么好的空间 这么好的一个拍摄这个事情 让我自己发挥 我自己每次拍的时候 我感动我自己 我也很感动他 因为我们这个海用家的那个 等于是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这个样子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导演 能赐给我那么好的空间 来拍这个海用家 谢谢大家 谢谢阿嬷 那阿嬷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 那你为什么会去演出海用家的 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当时的时候 三年前那个我们导演到我家里来 刚好我从果园回来 刚好洗过澡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亚基你要不要拍戏 我说拍什么戏 我那么老了还拍 那个时候七十三岁 七十二岁了 我说那么老了 我还能拍什么戏 不可能吧 他说试试看啊 我说好吧 我拿着试试看的心情 来拍这个海用家 当时第一次到台北去 去看的时候 他叫我去面试 去面试 你好像去面试 对啊 有有有 我们去台北 结果很多像我的年纪一样 有很多人去那边面试 我没有想到 他给我 如这个 要演这个 他说 阿嬷你很好 雅基很好很好 我也没有想到啊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 我们两年前就到 那个南山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这一家人都不认识 一个 每一个角落 从桃园 新竹 南澳 苗栗来的 花莲来的 都是 融洽在一起 我们本来不认识 像我那个 去里面的那个老公 我也不认识他 只有我是从台中县 环山 李山再过来一点 环山 这样子 我们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很像一家人一样 都是很很亲切 也许我们原住民就是怎么可以回事吧 我也不晓得 我们都很融洽 我们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我们导演怎么 教我们说 哎呦怎么演 今天是什么戏 什么戏 我把从心里的演出来演这个 打从心里的演出 果然感动了 无须的观众 感动 我心里这样子 谢谢 我们恭喜 林甄甄的阿嬷 获得金马奖 这件黑角 谢谢 谢谢 恭喜阿嬷